好,《人民力量》節目跟大家見面, 今天我們繼續探討政治、時事、社會和法律的問題, 涉及到政治時事問題, 就很難避免針對地產霸權, 香港近期一講到地產霸權問題, 美夫都是一個熱點很重要的例子, 因為最近法庭有關禁制令的裁決, 已經作為初步頒布一個令, 講美夫的情況, 我們很多謝請到盧松昌先生, 是美夫反霸權的召集人, 其實美夫這件事件, 斬眼都一年多兩年了, 有的,最近公眾知識年多兩年, 其實之前我們做了十年有多, 嘩,十年有多, 但是我想在報紙各方面看, 講到好像突然間因為開崗, 美夫居民好像原夢初醒, 美夫這個問題主要近期引起, 就是因為發展商, 透過拿到美夫近海邊一幅土地, 進行工程,即是起樓, 工程一開始的時候, 地盤附近的居民有部分說法, 以前從沒有被諮詢, 你都不知道什麼事, 就要抗議,封路, 或者阻礙工程車進來, 引起一連串抗爭的事件, 或者盧山同的朋友, 或者我們很多海外的朋友, 對這個問題你必定很了解, 或者你可以簡單描述一下, 這件事件的起因, 和居民的意見? 那裏本來是一個石油氣庫, 就是供應美夫八旗和三旗那裏, 後來有人提議, 認為那裏有危險性, 於是向政府提議, 搬遷石油氣庫, 即是居民爭取? 要搬石油氣庫? 其實說真的, 都不是居民爭取的, 是有些區議員, 有些人物為我們爭取, 我們當然不反對, 政府很奇怪, 很快就同意搬遷, 搬遷的時候, 政府就和法治商投判, 想收回地, 拿來做公園, 什麼都好, 我們是不知道的, 我們只是知道收回地, 誰知道收回地之後, 我們發覺原來他想起樓, 我們原夢初醒, 那時也有十年有多, 即是十年前已經聽到, 是呀, 就說以石油氣庫一搬, 就是用來建樓的了, 是啊, 那裏呢, 原本是, 我們買的時候, 住的時候, 是石油氣庫來的, 是沒有預計到建的, 但當時你怎麼聽到, 說石油氣庫搬, 會用來建樓呢? 我們完全不知的, 搬了以後, 我們以為就丟空了, 後來呢, 在區議會裡面, 有人入址, 說申請建樓, 哦, 就諮詢區議會, 沒有, 只會, 哦, 知會區議會, 區議會就很震驚, 一致反對, 一致反對, 後來呢, 政府就認為他建不了樓的, 於是呢, 政府自己上訴, 通過一個機制, 他就上訴, 說那裏不能建樓, 於是呢, 就輸了, 輸了, 又還是打官司, 政府輸了, 政府輸了, 是啊, 輸了之後呢, 終於他就起到三十層股的, 這個是過去的, 十年前的事情來的, 是啊, 大概是02, 03年之後, 那麼當時你們已經有班居民, 業主是關注這件事, 也都有開會, 也都有跟進, 是啊, 那時候呢, 區議員呢, 就是黃德傳來的, 還有呢, 大八旗的立案法團, 三旗那些呢, 就去反對, 去過承規會, 很多地方都去過了, 即是那時候居民, 業主, 和法團, 和那些議員呢, 大家是團結, 站在同一戰線的, 齊齊去反對, 連這個, 新水平區議會呢, 都是反對的, 即是一致支持, 支持居民的要求, 這樣就見到新世界, 那時候是新世界的, 新世界的, 那個, 梁志堅, 他呢, 他呢, 就答應了, 如果要起的時候, 會通知我們的, 是來的, 好, 當時你們都和新世界, 有正式會議, 有開會, 是的, 那麁志堅, 新世界很多年了, 是嗎? 是呀, 最近就轉了, 轉了工, 是呀, 即是, 他在新世界, 是一個, 就是, 持人, 很多發展, 他都很清楚的, 那樣呢, 我們就認為, 那塊地, 本來就不能建, 政府呢, 就答應了, 要用地, 以地換地, 收回那塊地的, 但我想了解就是, 那時候很多的信息呢, 都是透過區議員, 拿到, 就和你們有接觸的, 是呀, 就政府從沒有主動, 或者承規會從沒有主動, 甚至是發展商, 管理公司呢, 都從沒有主動, 是呀, 將資料給你們, 是呀, 即所謂民意的代表, 是呀, 議員可能很勤力, 或者在各方面呢, 就是和政府, 或者和發展商那裏, 查詢了一些資料, 是, 和你們一起去研究, 跟著一起去反對, 是呀, 那最後那次, 譬如十年前, 最後那次, 是大約什麽時間, 和訊息是什麽呢, 最後呢, 他說呢, 要起樓的時候, 是會諮詢他們的, 即法律程序, 政府輸了, 輸了, 那就說, 但發展商是, 剩下一件事, 就是我們就沒有上訴的, 那時候, 會去中心停上訴, 那麼, 律政署說, 勝訴機會不大, 就放棄上訴, 但那時候, 為什麽會停了呢, 譬如那時候, 發展商的法律程序, 贏了政府啦, 政府反對無效啦, 那他當時, 已經可以起的啦, 對於什麽理由, 那時候, 梁志堅給他承諾你, 就說, 我們現在陷阱住, 如果會起的, 會通知你, 一停, 為什麽會停了十年呢? 那我就很奇怪啦, 那回想起來, 可能那時候是, 02,03年, 沙子期間, 喔, 樓價低, 哈哈哈, 他就不起起, 是啊, 那時候, 剛剛樓價低了, 是啊, 不起起, 起了都沒有肉死, 是啊, 一直到呢, 09年那時候呢, 大概四五月, 我們突然之間, 見那個地盤, 動了很多年沒有動的, 就為了繁布, 繁布, 於是呢, 我們就, 檢查他, 原來呢, 他就轉了手, 轉了給, 一間叫做長達的, 那就, 新世界就轉了, 轉了出去, 但09年之前, 即是那七八年,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訊息, 沒有動的, 包括你們都好, 是沒有任何的訊息, 區議員都沒有任何的資料訊息, 是, 說這塊地呢, 那個業權轉了另一間發展商, 或者呢, 咦, 基於某些理由呢, 那個新的業權人呢, 就會再動工, 會輕建, 完全沒有訊息的, 沒有訊息的, 沒有訊息的, 我們當, 我們以為, 就這樣丟探, 因為沒事的, 為什麼突然間, 他違反部, 我們就查了, 原來他轉了名字, 轉了名字, 我們於是, 居民自發, 一路來查, 一路跟, 幾乎所有政府部門, 都走勻了, 我們都找了一些, 尾夫的專業人士, 外面的專業人士, 幫我們, 我們覺得, 是, 用了我們的靜餘, 發展前則, 譬如這個, 我們, 那一個問題, 我們再仔細探討, 究竟那個, 土地, 那個權的問題, 但是, 在這個程序上, 沒有諮詢的, 基本上就是, 一停停了, 差不多十年, 直到, 他違反部, 要開工了, 他們就好像, 娛夢初醒那樣, 咦, 動了喔, 是吧, 而且, 他一查, 原來, 這就是那個, 地權的問題, 那你們一發覺, 他要動工, 那跟著怎樣呢, 跟著議員, 或者是法團管理公司, 就是, 那幾方面的關係, 和那個, 就是, 業主的組織, 和居民之間的關係是怎樣呢, 我們那時候呢, 就是, 自己組織的, 一班關注的人, 自己組織起來, 那法團呢, 法團呢, 這次呢, 沒有積極參與的, 不過呢, 它是, 就是, 找許我們, 在法團底下, 成立了一個小組, 叫做反屏風小組, 是, 我們是自發, 自己組織, 積極些份子, 就是, 即是, 法團屬下, 都成立了一個, 反屏風樓的小組, 找許我們這個組織, 屬於它底下, 是的, 那一個小組, 就是和法團有關, 那另外, 居民, 譬如你們的部分呢, 你都成立另外一些, 譬如你那個, 就是美夫反白權的, 另一個組織, 是的, 那有多少個組織存在呢, 其後, 我們, 就一直都是有一個, 一些居民, 自發組織的, 是的, 其中一些積極份子, 有一個小組, 有時候開會, 研究, 什麼對策, 還有, 配合王德全, 去政府部門, 那裡, 其實就是一個反平風小組, 那另外, 美夫Drum的組織呢, 那個呢, 有一次, 慢慢慢慢, 後來, 有一些年輕人, 他們覺得, 應該要參與社區, 因為, 於是, 他們組織是一個網上, 和一個年輕人的組織, 那就是, 基本上, 關注美豐這一次, 起屏風樓的問題, 都引起居民的關注, 是的, 在法團屬下, 成立了一個, 屏風樓的小組, 而也都, 譬如其他居民, 好像你那樣, 也都成立一個, 反霸權的組織, 另外, 一班年輕人, 也都成立一個, 美夫Drum, 這個, 就是, 團體, 很多時候, 在網上, 看到他們, 很多的信息, 和很多的組織動員, 是的, 那你, 由你開始接觸到, 說, 重新動工, 嗯, 那個, 即是, 和政府也好, 和發展商也好, 那個溝通接觸又是怎樣呢? 政府呢, 我們就, 幾乎所有政府部門都去了, 我們有時, 要上班, 於是請假, 之類的, 那他們當然是, 說不關他事啦, 九成九都是這樣啦, 我現在, 好, 現在才知道, 原來政府部門, 是各自為政的, 是, 每個部門, 就負責自己的部門的, 那他不會統籌的, 那另外呢, 就, 人人都知道的, 政府是人族老陰機來的, 那你問什麼, 他就回答了, 回答了之後, 就重複重複的, 那你有沒有聯絡一個發展商呢? 有的, 我們有找他的, 那他在一個隱形的地方, 很難找到他的, 那你找回新世界, 找回新世界, 找回新世界怎麼說呢? 找到喔, 找回新世界怎麼說呢? 他就說, 我們已經, 他就, 我們有一次見面的時候, 他告訴我們聽, 他呢, 已經是跟這個, 鴉一森時候呢, 有一個協議, 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協議, 那他將他的利益, 就賣光給長達的了, 那不關他的事的了, 不過, 他可以轉達我們的意思, 但是長達在那個業權上, 和新世界有沒有任何關係呢? 那長達我們查過呢, 其實他呢, 就是高利業律師, 留兩個, 律師是股東的, 葉宏德和李永賢, 那麼, 我們都, 這些, 現在這個世界很資訊, 很發達的嘛, 那麼, 我們知道呢, 他其實, 他其實, 他都還在供樓之類的東西, 他有沒有能力, 組織這間公司, 我們都成疑了, 那你跟梁志堅開會的時候, 接觸的時候, 有沒有問他, 你這個, 長達這間公司, 究竟, 和新世界有沒有任何, 就是這個利益, 或者是這個股權的關係, 有沒有問到呢? 我們當然有問他啦, 但是呢, 我們希望轉達, 和希望想見, 長達這間公司的董事呢, 我們就, 很難見得到的, 唯一一次呢, 他就來, 說要來開工商議的時候呢, 曾經在這個, 這個管理處呢, 隔著門見過一次, 那, 基本上長達, 由他試圖開工, 到居民成立團體, 要關注這個問題, 就是長達基本上的態度, 是很, 就是, 不但被動, 簡直是, 抗拒和你們有任何直接接觸的, 是啊, 我們只是上去門口抗議的時候見過, 是, 那, 其後你們搞了很多的活動, 包括靜坐, 是啊, 封這個地盤的入口, 不讓那些車輪出入, 而更加多的就去周大福, 曾經試過, 抗議, 那麼多的行動, 即是, 是由哪一班人負責組織的呢? 剛才你說到, 有這個, 屏風樓小組, 法團屬下, 也都有個美夫樽, 也都有你們, 就是這個反霸權, 那, 究竟整個聯繫, 是怎樣的呢? 那我要解釋呢, 其實呢, 我們, 我們所謂的組織呢, 可以是一個, 公民社會的示範, 我們沒有選舉, 沒有章情, 也都是沒有, 沒有, 沒有規則的, 我們只有一個目的, 就不是一層樓的, 於是聚了一班人的, 於是, 有行動, 我們商量好, 就去的, 以前行動, 譬如有一個反霸小組, 或者是美夫針, 而很多時候, 譬如, 行動起來, 很多時候, 我都有參與組織的, 是, 那, 很多個集會遊行, 也都有很多其他的政治團體, 很多社運組織, 其後, 數二百人, 即是, 在其他地區都進來聲援你們, 那, 亦都很多傳媒都開始報道, 是, 在這個運動過程之中, 嗯, 有沒有任何一段期間, 你覺得, 咦, 似乎, 即是能夠成功爭取到一個屏風樓, 可以不輕建, 有沒有這樣的感覺呢? 那, 我自己呢, 可以說, 在現實環境中, 很清醒, 我自己, 我自己經常覺得呢, 我們是很悲觀的, 不過呢, 在, 現在這樣的地產霸權的底下的話呢, 我們願意作出犧牲, 我們願意呢, 帶頭出來, 缺露地產霸權的槍決, 因為, 起碼我們是一個很好的例子, 因為, 美夫呢, 那些地產商實在太貪婪, 賺到盡, 是一個, 於是呢, 我們是, 以身作執, 做出的榜樣出來, 那, 成不成功的機會呢, 我就很渺茫的, 但是呢, 我們覺得, 待會市民呢, 我們一定盡自己的能力, 做出自己應做的事, 成不成功, 所以, 我都不, 到現在, 我都不計較, 以前呢, 亦都是, 可以說是, 管死無大害, 即是, 你由開始組織, 即是想去, 禁制去動工, 即是, 你自己心裏面, 都, 即是, 似乎幾悲觀, 的一個, 即是, 看法, 原因就是, 這個社會都不是我們, 這個政府不是我們選出來的, 那, 我和政府官員接觸的時候, 我也知道, 他們呢, 就不需要向市民, 向市民負責的, 那, 他們呢, 斗了一份糧, 那就按照工作, 即是, 你接觸政府的時候, 他們基本上都是說, 咦, 即是, 這個工程, 可能某些事情, 他們已經批准了, 按照某些規例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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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一個部門, 按照某一個部門的規例, 是, 成規會說, 不需要我過的, 我們第一個, 成規會不需要過的, 因為那裡, 美副那裡已經是, 即是, 轉了那個土地用途, 是住宅的, 整個美副已經是住宅, 我知道, 但是那個的, 不需要轉的, 油庫那個以前已經轉了的, 不需要轉的, 整個美副是住宅來的, 以前轉了, 油庫那個以前, 即是, 最早期就一定是工業用地, 當然了, 很久了, 很久了, 可能二、三十年前, 是工業用地, 那其後呢, 就轉了, 譬如現在香港很多地方都是, 譬如你, 荃灣, 麗城花園那些, 以前是工業用地, 包括你現在這個, 譬如海濱花園, 以前也是油庫來的, 是的, 這個我清楚, 我察覺了, 那你其後就, 改變土地用途, 全部發展了, 是的, 那你這個浩景灣, 即是, 香港很多地方, 不過你太古城, 以前都是船澳來的, 是的, 以前都是工業用地, 是的, 其後透過那個城市規劃改變, 是的, 那裡我查過的了, 那時候呢, 都是港英時代的了, 它是以一個, 好像都幾低賤的價錢, 就批准了, 那個油公司, 轉了做住宅的, 即是政府就說, 用市價, 基本上那個程序, 就說, 沒有公開的, 所有這些規劃, 就有一個法定的, 成規程序的, 那譬如, 你的地方, 可能是油庫, 可能是船澳, 可能是這個, 發電廠, 那你原本那個土地用途, 即是, 香港的成規, 就分了很多類型的, 有些土地用途, 是工業, 有些是這個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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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政府用地, 有些可能是這個, 所謂叫做, 綜合, 即是, 發展, 或者是綜合重建區, 那絕大部分的工業用地, 要改變用途呢, 都是轉了做, 這個, 綜合重建區先的, 這個這個, 我們呢, 我本來就不懂的, 那麼多年, 整理, 慢慢變成半個專家, 因為我清楚的, 我們訪問, 去找政府, 當初當然在建制內做的, 一定是找政府部門的, 跟著去承規會, 跟著去規劃處, 那些, 他們的答覆很簡單的, 因為美夫的地積比率, 是7.5, 等多少的, 於是, 他不過這個規例, 他就批立, 顧與處就說, 質地是他的, 他又批立, 那麼他就, 喂, 國至為政的, 他沒有看到, 那塊地, 本來是沒有的, 沒有, 不是建樓, 我們預期不是建樓, 那麼這個, 很明顯是用了一個, 成規的一些空規, 是啊, 譬如去美夫當初, 整塊的土地, 他畫了做綜合重建區, 包括你油庫那部分, 還有其他那部分, 都可能以前是油庫, 那麼他有部分, 就申請了, 用來發展做住宅, 是, 那麼在那個, 就是原本是工業用地, 變成了綜合重建區之後, 那個綜合重建區, 那個規劃的要求, 就要這個土地擁有人, 發展商, 要向成規會申請, 而基於那個綜合重建區, 是要再作一個討論和諮詢, 那麼他就, 可能諮詢完之後批准了, 就起了現時的美夫, 那麼當你美夫成為住宅之後, 過了一段期間, 政府就會將那個規劃, 原本作為綜合重建區的, 就改為住宅用地, 或者是商住用地, 那麼定了商住用地, 同時好像你這樣說, 就會定了這個範圍裡面的, 所謂住宅用地的地積比率, 是吧, 譬如新界很多的, 有些是3, 有些是5, 美夫是7.5, 是的, 美夫就定了7.5, 但是當那個成規, 那個所謂那個圖, 那個規劃大綱圖, 定了是一個指定土地用途, 在美夫的情況, 就是我覺得很不幸的, 他就將那個原本油庫的土地, 都劃成為住宅, 他說我們不關對, 劃成為住宅, 一劃成為住宅, 即是有一個很特殊的情況, 就是, 那個油庫擁有土地擁有的人, 如果那個是住宅的話, 他就無需再向成規申請, 沒錯, 他只是按那個土地, 即是那個情況, 按成規的規定, 就發展成住宅, 而那個建築地積比率是7.5, 他只是跟政府補地價, 不用補地價, 他擁有的, 他不需要補地價, 看一些的地價, 如果那個不用補的, 很可能就是先前整個土地的時候, 美國美股整體發展的時候, 已經是一併考慮了, 已經支付了那個地積比率, 那時候已經比了, 所以呢, 這個新發展的就無需, 如果是一個獨特正餘的, 很多時候要獨立, 要補地價, 這個是一些成規的問題, 但怎樣也好, 我們看回美股那個問題, 其實是在成規程序上, 出現一些很巧妙的安排, 而令到呢, 在十幾二十年, 甚至是三十年之後, 原本一個的, 由富的地方, 在成規程序上, 不用再諮詢, 也都, 好像盧山所講呢, 咦, 可能是成不需要補地價, 可能其實三十年前, 已經決定了一些事情, 其後, 即是發展的, 是令到居民受損, 那我們就回這方面的問題, 我們休息一會兒回來, 就會再和盧山再詳細, 就是探討這個成規, 一些巧妙的地方, 就是令到居民, 是被這個蒙在這個鼓裏, 好嗎? 我們休息一會兒, 好